用古装歌仔戏 文武场的锣鼓声 华人真道福音剧团 要把耶稣降生的故事 用七字调唱给你听 圣诞节期 他们巡回马来西亚 台湾 前后进行八场演出 年遇七旬的团长 陈瑞之牧师侃侃而谈 在海内外 用歌仔戏传福音的可贵 既然有小孩子 用闽南语讲 阿嬷阿嬷 我们来跟古早人 做会欺负胜 等我们演完了 他们排队来跟我们拍照 我就觉得 哇 这个我们传统的 华人的文化 在台湾可能慢慢失传了 大家都西化了 反而是在偏远的东南亚 居然受到重视 四十年前团长旅居香港 着迷于广东大戏 圣地四下灵感 让他开始钻研传统戏曲 立志要向庶民传福音 而剧团成员多半有主内的素人单纲 你是谁啊 你的心胜闹庚啊 我师兄对民族的书者 跟那 用圣经来演歌仔戏 这是很新奇的事情啊 可是我这几年我参与 在里面演出啊 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看了戏的人 就以后就会多认识了一些 那个圣经上的故事 然后也相信 也会来认识我们的主 这样子 戈洛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也提到 你们传扬它要用百般的智慧 香港人用乐剧在仇神 让我反思到我的故乡 可以用歌仔戏来传扬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 传扬的艺术 用戏剧来传扬天国的福音 需要靠上帝百般的智慧 在圣诞节起演出的 耶稣降生歌仔戏 证明基督的救恩 超越种族与文化